当地时间12月8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亚德 会见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 习近平指出 中苏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 好兄弟 中方支持苏丹各方继续通过对话协商 平稳推进政治过渡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苏丹内政 将继续在国际场合 为苏丹朋友仗义直言 中方愿同苏丹携手努力 巩固两国友好和互信 相互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中苏战略伙伴关系 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 中方将继续为苏丹发展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开展石油 农业 矿业等领域合作 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 参与苏丹建设项目 助力苏丹经济社会发展 中方愿同包括苏方在内的 阿拉伯国家一道 深化和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中方愿同苏方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 加强合作 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 加强协调配合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和国际公平正义 布尔汉表示 祝贺中共二十大成功召开 祝贺习近平主席 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苏中两国人民有意远远流长 深厚牢固 中方长期以来 一直坚定支持苏丹